哲也和应南来到集市 找了个小吃摊吃点东西 一旁的胖子瞄了他两一眼 乖乖 饮舍利 配味增汤 真够奢侈的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 两人吃饱喝足 应南问哲也你是怎么动的手脚 哲也说我没被看破就不算动手脚 更不会告诉你 应南说我当然不会要你免费告诉我 我知道有个东西能赚钱 用这个情报跟你交换 但你得先告诉我你的手法 哲也思考片刻后说 其实很简单 就是偷偷藏一张牌 如果藏的是十那就压九 如果藏的是二就压七 在做桩的时候 把一点放在最下面 发牌的时候看情况选择正常发牌 还是发最下面一张 原来如此 哲也说现在轮到你了 你可不要骗人啊 应南说当然不会 我说的赚钱的东西就是麻将 哲也一听很生气 他一把抓住应南 这算什么情报 应南说你别急啊 让我把话说完 你看到那边那个大叔吗 他叫鬼铁 就是靠在一个地方玩麻将 一年不到就转了家电影院 这地方便是横须贺的米军基地 哲也说那你为什么不去 应南说我的身体不好是真的 就只能欺负一下公司的那些笨蛋了 哲也在想 这麻将打的时间长 没多少本金也赢不了什么钱 应南这家伙一定在瞎掰 此时传来汽车的轰鸣声 两个米国大兵开着吉普呼啸而过 看到这一幕 哲也突然想起应南的话 横须贺的米军基地 确实是十一区现在最有钱的地方 哲也决定进雀庄猎猎手 这里的雀庄门可罗雀 只有三个大叔懒散的在等搭子 其中一个看到有人进来挺高兴 问了句带钱了吗小鬼 哲也说当然 现在终于凑买一桌开干 三人看着年纪轻轻的哲也 这下终于可以开张了 胖子打出二万 他打的都是中张 哲也摸到三万 他知道打掉一万就可以挺两头 但胖子刚才打的是两万 哲也犹豫了一下 打出了四条 紧接着花衬衫打出了一万 胖子胡牌 果然胖子挺的就是一四万 哲也已经有了感觉 下一把哲也打六条的时候 胖子表情有些变化 果然花衬衫打出五条 胖子又胡牌了 这花衬衫在刚才一把打一万的时候 就把运给丢了 那现在我要做的是 把这运气接过来 这一把胖子摸到白板 只要丢掉二万 就可以胡大三元了 他打出二万 哲也断腰胡牌一千点 胖子是有苦难赢 但哲也看得出 他的牌一定不小 这一把哲也起手就是一向听 这和玩花扎完全不同 麻将的节奏要慢不少 对运势的掌握更为重要 哲也摸了张五万 打出二万 胖子打出八万 哲也胡牌 满贯 胖子的运已经被哲也接手 他没有动手脚 哲也自信满满 又是红中字墨被满 三人本以为可以割一把 没想到被一个小伙子一抓三 这天运南看到哲也在吃银舍利 就知道哲也又赢钱了 哲也说我决定了 我要去横须贺 他吃完饭起身准备离开 运南叫住了他 小心一点 男人间的对话自越少越真诚 昭和二十一年 在横须贺的街道上 人头惨动 这里到处都是有钱的米国大兵 以及穿着时髦的十一区美女 他们和哲也一样是为钱而来 哲也走在大街上 他记起应难在临走时 告诉他有一个叫静腾的朋友 在横须贺 他会外语 需要的时候可以找他帮忙 但在这里找一个人谈何容易 此时一个黄皮肤被人踹下楼 显然这人是因为输光了 被人赶了出来 这叼着雪茄的壮汉说 下次输了没钱就宰了你 这里应该就是长得像俱乐部的赌场 哲也问趴在地上的男人 还好吧 男人擦了下额头的雪说 你摔一个给我看看好不好 哲也没有搭理准备上楼 那人继续说 你不会外语上去怕是送死 我叫静腾 我能帮你翻译 难道这就是应难提过的静腾 哲也说 我朋友应难提过你 静腾说别来这套 是朋友也得明算账 我给你翻译一小时二十 但你不要说太多 我们进了这扇门就算是出国了 你准备好了吗 哲也点了点头 静腾推开门 一道道凶恶的目光 打亮着两人 刚才的壮汉大声说 你怎么又来了 我的话你是没听懂吗 静腾指着哲也说 我是来给他做翻译的 壮汉摸着哲也的头说 这小屁还能有什么钱 哲也掏出一把现金 壮汉看到钱 马上挤出了笑容 他说了几句 就转身回到座位 静腾说 那人叫汤姆 是个中尉 他是这里的常胜将军 这名号不仅是麻将金长银 更重要的是 他杀的十一区的人最多 此时和汤姆同桌的 看着也是个黄皮肤 糟了 他在动手脚 但还没得手 枪管就顶到了太阳穴 一声枪响 把人瞬间倒地 汤姆叫了身边上的小黑 贾婆收拾一下 小黑司空见惯地将尸体拉走 这里果然是法外之地 这哪是什么麻将馆 简直就是修罗场 因为刚才那家伙的关系 位置倒是空了出来 静腾说 现在还敢上吗 哲也没有回答 他向空位走去 静腾看着哲也 真是出身牛犊不怕虎 他要么死在这里 要么会成为不得了的大人物 汤姆说了几句 静腾说你不需要知道他说什么 哲也说我明白 但这句你帮我翻译给他 我要把赌资提高一倍 汤姆哈哈大笑 行 但要是没钱付的话 我要把你丢到海里 静腾没有翻译这一句 但小黑替他翻译了 哲也说你会日语啊 嗯会一点 那麻烦你帮我告诉他 我要是赢了 是不是也可以把他丢到海里 这小黑还真的翻译了 汤姆一听掏出一把匕首 两人一惊 还好他是用来切雪茄的 汤姆点燃了烟 作了一口 就凭你白日做梦 排局开始 这也很快就听牌了 听的是二五八万 并且合牌比较隐蔽 汤姆打出七万 这家伙似乎完全没有思考 只是打出不要的牌而已 他指着自己的勋章说 老子在战场上都从来不躲避 子弹就像故意绕开我一样 更别说麻将了 确实如他所说 这家伙始终没有打出二五八万 虽然哲也信心满满 但东一局却被汤姆拿下 哲也只是勉强落后的不多 就这样来到南四局 这是决定胜负的一局 哲也落后不到三千点 谁能拿下这局 谁就是赢家 第十一群 哲也发现桌上没什么字牌 那是因为都在汤姆手上 他已经大三圆字一色 双翼满听牌了 听的是白板 要是这把胡了 那哲也的小命可能不保 机灵的静腾慢慢摸到门边 要是形势不对 这样跑起来快一些 虽然哲也确实不弱 但汤姆实在太强了 但越是刚强的运 越容易动摇 得找到动摇他的关键点 贾普思考良久 汤姆有些不耐烦 这一来贾普更紧张了 他一不小心碰倒了牌 竟然有一张白板 那只要打出来 牌局也就结束了 贾普想了半天准备打牌 难道是要打白板 这时 哲也低声说 那张牌 长官等了很久 贾普犹豫了 他打出六条 汤姆一看非常生气 他重重的丢出二万 哲也指着二万 你的运我收了 他推开牌 背满大逆转 竟然大叫 太好了 我们赢了 汤姆气得牙根痒痒 低声说 钱不够了 贾也一听 重重的拍了下桌子 他一把把汤姆胸口的勋章拽掉 等你有钱再来输 这还得了 汤姆咬断了雪茄 他恼羞成怒 拔出了手枪指向贾也 竟然一看 情况不妙 他偷偷打开了门 汤姆大声的说 黄皮猴给我跪下 哲也说 你就是用这种方法 获得勋章的吗 贾谱在一旁劝说 这一劝 真是吃力不讨好 汤姆说 这一切还不是因为你 说话间一拳 将贾谱打倒 他再次用枪对准 哲也 去死吧 就在这危机时刻 冲进来一群人 这些人是MP军警 显然汤姆不是第一次闹事了 他低调的把枪收了起来 但嘴里还在说 你给我记住 黄猴子 汤姆被MP带走 哲也看了眼 静腾 我还以为你跑了 那些MP是你找来的吧 静腾说 你要是死了 我的金主不就没了 旁边的贾谱有些哽咽 他说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汤姆输了 今天真是太爽了 看着贾谱离开的身影 哲也说 我今天欠你一个人情 静腾说没事 这个人情你很快就能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